港湾附近的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已經在今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升格為今年的第九號 輕度颱風蘇拉 第九號蘇拉颱風在東部外海 正式生成 依照路徑預測來看 不排除在海面上打轉兩三天 日本西藏廳更預測 屆時強度有機會增強為中台 TD11號有可能最快在明天的下半天 到後天的上半天這段期間 升成為第10號颱風 雖然說距離是滿遠的 但是兩個低壓 其實因為右邊這個它的環流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會 蘇拉其實會受到它的影響 是慢慢的往南邊掉的 高壓強弱將決定蘇拉入境 若太平洋高壓增強將擠壓低壓帶 蘇拉從巴士海峽往南海前進 對台灣影響小 但要是太平洋高壓減弱 就可能直撲台灣東部 若太平洋高壓再更弱一點 路徑將更往西北方向遠離台灣 可能會在禮拜天 等到這個高壓的強度顯著的確定 或還有它的預測的路徑 顯著的收斂之後會比較明確 氣象局預估 青台蘇拉最快週二 外圍環流影響台灣 替東漫步帶來雨勢 下週三四是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加上海面上還有另一個 熱帶性低氣壓 TD11 也有機會生成颱風 未來幾天可能出現 雙台共舞局面 記憶希望劉沛塞入許偉辰採訪報